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想帮别人找到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最热心 最热心 最热心 帮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在做他自己最喜欢的时候 他的可能性和他的幸福是会找到快乐 以及自己的能力都会发觉到最大 我们希望帮每个人在他生命中都找到这些东西 他们在生命中就会更加核心 其他的点我可能交给William可以分享一点 这个机构其实是多少个人去做订阅 其实主要我们现在的召集有七位 但是我们慢慢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市民都有很多热心 现在我们成组人都要差不多十四位 十四位 全部都是香港大学还是香港人 还是怎样的 大部份都是香港大学的 我们本身都有一个社会来认识我们 是香港人还是不同的国家 有法国籍 有新加坡人 有香港 有马来西亚 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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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一个小链客国 小链客国 你们现在三位是创办人 刚才Dowson所说的 你是应该有一个热成 一个教育各方面的理念 那是否你三位共同都有这个理念 所以才开始了 去做这个更有使命的社会 其实整个Betterfly 帮人们找到方向 其实是我们三位的理念 都是一个混合的 刚才我说了passion 和人的价值观 是对我很重要的 Carmen和William 就可以分享他们的 William说一说 不如像Dowson所说的 其实 因为热成 教育都很阔 其实你针对什么群体 还有你提供什么服务 我想知道 其实我们先回应了 提供Dowson 他说 他在一个生活方向 和在一个热成 其实我就是在一个快乐 那边去找多些 其实我们都很接近 我们就见到很多 即使是大学生 或者我们同时 focus的高中生 很多人来到香港的学济 其实都是很单向的 你只可以这样走 而香港有一个很商业 去主导的社会 很多人走进这条路 之后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 走出来 或者他们觉得 这件事才是成功 这件事才是快乐 但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 很多真的去拥有他们人生的 精彩的人 是他们自己可以主导 找回他们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想 就是为高中生 或者大学生 帮他们找回他们自己 自己认为 他们精彩的人生是如何 而不是跟这个 香港社会 只是商业主导 这样走 是的 我想听听的观众 很多都可能有 特别是在读书 也好 不专业的年轻人 都会觉得读书 或者求学时期 发现香港可能 就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合宅的 那个看法 很多时候在个人的 培养 不像外国的大学 有这么广幅的视野 我想知道 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们只有 我不是说你很少人 你是14个人 你怎样可以做到 你所要做的 比如说有中学 有大学 你这么多的东西 要搞你怎么做 你这样的情形 是的 阿嘉文 分享一下 不如 我回应你这个问题之前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元素 譬如他说快乐 我说成功的定义 或者帮人找到他 真是喜爱的事情 去做 才能够 最能够 令他们 发展到他们自己 个人的 个人的成长 我其实就是 专业很希望 能够在这个社企 带到别人去找他的梦想 你三个也有点 完全一样 是 但我们一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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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说呢 我当时 我有很多梦想 我是一个 有创意很多想法的人 然后我就会发觉 一个人一定要有梦想才行 如果不是 有一句 言语就说 如果没有梦想 跟下面有什么分别 所以 如果一个人要有动力 要知道他每天在做 是为了什么 去做的 如果一个目标 一个梦想 甚至是一个更大的 背后的一个画面 一个图像 即是让他知道 他的观念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很希望 为他们找到梦想 因为我就 通过了这个过程 曾经有一个梦想 希望我可以去到外国 走天桥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模特 你本身是模特 是的 我本身是模特 你本身是模特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没有特别 只是其中一个事业 但我看他 我就不用一个事业的态度 因为我很有兴趣 这方面 所以我就自己去了外国 当时我是在 香港游道交易 我去了巴黎 顺便在欧洲巴黎 和柏林 主要这两个地方 还有西班牙 一直遇到不同的人 然后 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去接触不同的摄影师 不同的公司 去试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 其实要配置自己 要有不同的 即当你有一个梦想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出准备 做出准备 而且你不要只等待机会到 因为你是要很主动的 去主动去尋找这些机会 你可以写电邮给人 好像现在青少年找工 假设他真的很想做某一间公司 其实你是不应该等他 开个帖给你 你是应该写电邮 去跟他说 甚至乎你自战 即自战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是有一个自信的时候 你去到 将你自己去表现给他 其实 机会成功率 以及你对你梦想追尋的方向 其实会快很多 回回头 我多谢你的介绍 我应该更加清楚 你三个组合 你的铁三角 其实做法是如何 回回刚才的问题 就问了 刚才你说过 其实你都挺阔的 你是真正在做服务 是什么 以及团队上 怎样做到那么多 其实我们是一个训练公司 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教育 根据不到一个课程 或者一个游戏模式 我们的中学生 和大学生 来参观我们的活动 在里面 其实他们自己创造自己 找方向的一个课程 或者一个方法 其实我们有很多元素 在里面 包括有些可能是生命导师 或者一些 其他的 Live Coaching 和Design Thinking 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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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里面 在里面 希望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 可以真正了解到 生命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人生的方向 如何去寻找 以及在途中 还可以有人帮他们 找了之后 还可以帮他们 一步一步的 踏上去的梦想 这是我们的整个服务 如果你是陪伴的话 是否应该分了很多 不同的组组 不同的训组 去做 其实我们是上一年 十月开始 我们慢慢发展 我们的货币 或者材料 越来越多 暂时我们有一个 产品 暂时也是一个 他们就参加过 好像一个 四至五天的營 之后 会有很多追踪 暂时也是这个 我可以补充一点 其实那个 产品 或者服务 我们提供的 是一个一条龙式的 我们没有教他们 什么 不像上课 那种形式 反而是一个 经验 提供给他们 发现他们 要找梦想 踏上 即是让他们尝试 找梦想 遇到的事 包括要了解自己 包括他去深入 明白自己 到底这个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他 那个意思 背后他想要找的 是什么 然后慢慢去到 帮他一起 去不同一群一群的 同学和朋友 一起去到 跟他想一下 究竟他可以做到什么 就不是说 我想做医生 这是我的方向 但反而就是说 我想去帮助人 我想去 令到人开心的 即是发挥人本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是 然后才从价值观 看回他 没错 未来的方向 或者是学业怎么走 是的 所以尤其是 我们不一定是工作 不一定在职业 我们是说 他人生 甚至十年 二十年 他可以怎么走 给他多些路向的感 让他感受到 原来一个人 不仅是一个职业 或者有很多 他可以去追求的东西 可能回应主持人 第二部分 就是说 这里很大件事 中学又大 很厉害 大学都可能做不到 那么长时间 究竟我们的团队 如何做到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 由十月份 去组建的时候 我们有一件事 都很注重的 就是我们的团队 大家的投入 是有多少 因为我们每次去选 我们的核心成员 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进行 一系列 就是看清楚 其实他个人 他真的想在这个社会 达到什么 看到这些方面 如果我们的概念 真的很吻合的时候 我们就肯定到 我们核心团队 真的很投入 在我们的计划上面 所以他们愿意 放在精力 和质素的时间 都很好 明白 但是始终都是一班大学生 如何做到那么多的事 其实就是我都很开心的 我自己认识的社企 社企这个行业 都是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遇到真的太多太多 是真的很愿意去帮助 我们的成功人士 例如我们社企这个行业 又不是一个行业 这个概念 和普通商业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那些人之间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 进步 公义 或者变得更好 所以大家 每一个不同的各行各业的人 都愿意去分享很多 很真诚的经验给你 例如我们很多的 我们叫做导师 指导的人 都是社会上最上級的人 他们愿意花他们 无条件的时间 和能力去帮助我们 明白 你们其实在这个团队里面 是很需要一些不同范畴的专家去帮你 暂时来说 用什么途径去邀请他 或者去找这些专家帮你 去帮你 可能是义无反顾 不收钱 用心去帮你教 你那班目标的学生 你暂时是怎么找的呢 因为很多企业都遇到难处 是的 或者我说一点 我们三个都是一些比较外向的人 还有可以跟人和人交流之中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到争取机会 或者怎么说呢 可以令到我们不会害羞 所以这件事都要呼吁年轻人 尤其是你见到一些很厉害的人 其实如果你走上去和他们谈更多 可能谈谈你的看法 他们会很感谢 和会教到很多东西给你 我们都是这样做 一定有态度也很好 是的 是的 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和活动 尤其是社企 每年都有社企民间高峰会 在里面有全世界各地来的 最精英的社企企业家 我们都遇到很多 有些现在已经去了外国 但继续联系 直到最近都有一些 再介绍我们去其他人 还有不同国家的人 所以我们都得到很多的内容 那你怎么去平衡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在读书也好 或者在读书也好 即是我大学教书 其实你们有学生 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讲 其实我很想知道 我发现很多大学生 刚刚不业也好 在读书也好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空余时间 但空余时间通常来不开 就是拍拖 追男性追女性 去选择 去玩 可能去上庄 你们怎么去平衡 因为我想你们都有很多不同 比如说读书 香港大学也挺好 而且你们都是比较勤奋的学生 如何去平衡这个 做事未有经营 要成立一个学校 这么繁琐 也这么繁复的社计 同时兼顾一个学业 令自己也不可以 过分忽略了这一部分 我想知道 你如何去取得平衡 我想知道 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三位 其实要平衡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一个是很多时间花在外面 还有我们要兼顾我们的学业 我们发觉一个学生我们说 我们很鼓励他们 去出去找 因为很多我们在学校的知识 都是一个理论 但当你的理论没有去实习出来 你是拥有不了这个学问 因为你真正的学问 就是当你实习你的理论 所以我们很鼓励别人出去 有什么机会去学习 说到平衡 其实最主要是几样东西 自律是一个 当然我和你做得很好的 但是自律 你真的需要注重 在你的生命之中 什么是你的主要主要 当然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什么是主要呢 你就要注重 比如说有些比较玩的 你就要少少牺牲 但我们发现 我们一开始 其实我们很努力的一起做 但是我们发现 生命是要平衡的 所以我们 我们早上 我们都有一切运动 平时的星期间 我们会放自己的时间 去休息 即是有组织 也会剩下 对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 甚至有继续的精力 一起去奋斗 还有 再补充一句 就是 如果你是在做一些 你很爱做的事情 其实就不会累 所以 所以 甚至乎有一个人 说过 外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人 他就说 如果 英文 就是说 如果你是很爱做的工作 你会永远 一天 即是说 你整个人生 如果你是很爱做的事情 其实你不是真的工作过 你是用一个愚公嘴愉乐的心 所以 所以 学业当然固然是重要的 尤其是上学的时间的时候 好像现在我们放假 就要特别的去充我们 喜欢做的事情 亦都是放了喜欢做的 element 朋友之间的友谊 而且做的时候 亦都是做到结果出来 所以 这是很好的方法 其实我想问 你们本身是香港大学 你是交易过来 还是怎样的 我是全时间三年 全时间三年 过来 香港大学 我不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的大学 但是在世界知名度 和学术的地位都高 你们拿着香港大学的背景去做事 其实是否会更容易 因为我认识到很多朋友 可能本身不是学历那么高的人 但也很想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也想做一些可能是社企 关怀社会的东西 你觉得 其实没有你们这样的背景 他们能不能做到 你觉得 其实 或者我说回一点点之后 William可能更加好可以留言 我们发觉 其实你的背景不重要 我们通常跟别人交流那么多 我们发现 那个人很关注在你 你的人是什么 你的背景 你的背景 你的热心 你的真诚度 如果你有心 其实你的知力 你的能力是其次的 最主要是你有心 有梦想 真正去表现到你的诚心 去努力去做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不是你的学问 你是多高的知力 或者是什么 我们发现是一个 感染的 一个 你会感染的 你的热心 会感染到对方 对方 觉得你很真诚 他就会很愿意的帮你 其实 这个是我发现的重点 可能William 可以更加多一点 是 其实 由始终 你说香港大学的名字 其实我没有几次用过 就是说我是一个大学生 不说我去冰箱大学出来 有很多时候 其实 真的 他们 很多人都说 大学就是一个 你出来工作圈 大家都是看你的能力 而不是看你的知力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真 还有我出道的 尤其社会企业家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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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 都跟我说 就是说 我们想找的人 即未来的世界 不是单止有心 不是单止有商业头脑 是不是好 已经好吊跪 究竟要什么 是要有火 有火 即对于某一个社会议题 你真的很想 很想 将他付诸行动 那样东西 才是他们要做的 即是你这个人 就是 我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的范里 是经常都这样的 我对于年轻人的时候 就是去分享 即是比你年轻 意思是 其实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 有些东西很贴身 你 真的去感受过 你想去做的时候 你就有那样 那个元素 被人提到 那些人会相信 你 那些真的做出来 因为社会企业 什么是社会企业呢 就是同时 在社会的建设上 和商业的建设上 是非常难的 本来一些人都说 做商业 已经很多人一出来 就失败了 重要兼顾问是社会 所以那个行心 和那个的热成 是真是最重要 我个人相信 所以社会企业 加是需要那些心 因为你们重要兼顾问是学业 我觉得是非常简单 就是要你问我 是 但是可能之前 大家去想 究竟做不做社企 大家可以想下一个问题 就是 你可不可以赚钱的同事 你是做一些 对社会很有用的东西 就是你做一个医生 你依然可以赚很多钱 你依然可以同事 去到为社会 去到付出 和贡献 那些人经常说 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但是真正这个意思的意义 是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工作 就真是围着什么呢 虽然我们三个都是讀行业 出身的 但是现在很多 如果是打工打大公司 其实你就是围着那间大公司的利益 围着它的利益 拼死它便会给人工 所以这个意义何在呢 其实可以去看回想回 究竟怎样可以真的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就不只是一个说字 或者我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金句 我自己的金句 其实我们很想 其实就是说 什么是最 普通人就跟你说 你找到你的爱情 你的能力 你的最热心的爱情 如果你找到爱情 你精英在你的技能 或者你最喜欢的事情身上 然后找到别人给你钱 这个已经很完美的生命了 但是如果假设对我来说 如果你可以用你的技能 你的才能 你的爱情 来帮助改变别人的生命 同时又可以拿到 被别人批准成一个业业 比如社企可以做到这件事的话 你的生活会更加多姿多彩 更加有意义 这个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现在你们找到社企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 你最大遇到的阻力是什么 会是金钱 是时间 是网络 还是会在哪方面 或者是多个方面 我想分享 其实因为我们提醒 我们是一个教育的机构 教育就是 核心就是知识 因为始终我们都是大学生 我们又不在教育背景 我们在建立 我们无论我们真正 实际的知识 以及在别人眼前的公信力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始终公信力是要教到一些年轻人出来 看到他们再有一个生命的改变 你就会相信你了 明白 这真是花时间 现在你是否教中学位居多 暂时会是 是的 我们现在第一批的校户群 我们也是以中学生高中生为主 这班校户群 你刚才也说到 其实有一个难处就是 可能自己比较年轻 而在中国人的社会 有时年龄都要看一样东西 你当然可以寻求一些外力去帮 但是有时培训 或者机构都是你们做一个主导人 这个都是始终走不掉的了 你在做这些中学去宣传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去令他们相信 或者去认同你们那样东西 可以帮到他们的学生 好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地步 稍后会再说多些 我们除了Betterfly Live 我们还有一个专专推动社企的机构 也是William做总统 所以我们用一个NGO 是一个组织 我们就去联系了社企民间高峰会 还有他们等等的其他社企民 他们就有公信力 我们就一起去到 即是协办 协办去到有些推动社企的事情 同时就会涉及到 如何去找人生方向的其中一些东西 譬如说你如何对社会贡献等等 我们这个设计点 就帮助到我们有一帮年轻人 他们是中学生来的 他们都可以尝试到我们的服务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认为 那资金方面有没有难住呢 你们现在说话 那 其实资金方面 我们看一间公司运作 通常就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人力成本 另一样东西就是 可能你看一下 你会不会是贸易公司 你就会有些货物成本 人力成本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 我们都是正元香港 我们唯一 唯一 唯一 不是输的学生 所以我们其实都 还未是很需要一个全职的人工 而且我们是一个知识型的公司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都不是很大的资金负担 明白 那你接下来 因为你开了大概 我看你差不多是接近一年的时间 你接下来的方向 譬如这几个月或者一年 你想达致什么目的呢 譬如刚才你说过 你可能已经搞了一些游戏 已经进到某些学校 你短时间 譬如做一个教育 你的方向应该怎么看 或者我就补充在这个点 其实我们刚才Carmen 就分享了 我们和世纪高峰会 一起合办一个科学程 给中学生 其实我们有整套的课程 但是我们就抽了 其中一个我们觉得 最重要的 具有利益的课程 就是在这个 社纪高峰会 设计的 和他们有合作的 其实通过这个课程 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可以 给到很好的 课程的服务 希望那些 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人 可以真正 体悟到那些企法 当他们学生很好的时候 在学校间 就标了一个很好的信誉 希望我们有这些学生 我们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给回这个困体 还有在教育界都比较 中学都比较容易去发展 我们未来就会推更加完成的 价值 会给大家更加得益 就是你现在 暂时的方向都是这样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都所限 如果 假设我形容 你们现在的企业 或者几个成本因素 在哪些方面 作为一个总括 总括 对我们本身来说 都是说回 为何我们帮人找到 生活方向呢 帮人找到生命的方向 其实最主要其中一个 就是火 就是 passion 你想想你自己的生命里面 什么是对你最火热的 你做也不累 你最喜欢 你最喜欢 当你找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好像我说 你的 potential 就算你是开始比较愈弱的 但长时间来说 你一定会学精的 还有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又学精 人家给回来辅助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更加有意义 可能William就可以分享他们的 我想我完全认同达成的方法 其实我的字眼就是差不多 是个 reason 为何你要做这件事 当你肯定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以花很多时间 或者他们这个 都是好像mindset 那样的说法 但我觉得 始终要有一些skills 其实最重要的是 一个公司 你一定要有人 人是很重要的点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 每一个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你能够理解他们的独特之处 他们的长处 他们的质量是什么 你一定要令到他们 能够认识到这个 vision 和一起去梦想同一个梦想 所以这个位置 就是会令到他们的 motivation 会高 还有做的事都能够是 就算有时候的方向 可能走歪了一些 但他们都能够很快的 融入 还有整件事 整个公司 都会更加做得快 一些事情 而且 会发现到每个人的能力 是的 我也同意 一个企业的 始终公司不大 你每个人的功用 和能力很重要 像是Carmen所说的 而且特别是团队精神 动力不是一天 有火可能是那一刻 但这个火要延续 不是一个人做 而是一班人的延续性 而且我也很认识Dao宋所说的 因为我 经常都和自己说 和我的朋友 和学生 都会说 假的事情 最好是自己最喜欢做的 很有passion 做的 退而求其次 就是自己不太喜欢做的 绝对不应该假的 是自己不喜欢做的 如果很不喜欢做的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就是公司工作 我跟他们说 你辞职好过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passion 最后一点 我想补充就是attitude 因为你们刚才都没有 我说到可能前去 你几位给我的感觉 由我教你们 到现在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有誠意的 年轻人 当然有些地方可以改善 包括可能你说 我时间的分配 因为一个人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时间 还有如何拿个平衡工作 家庭 和可能网络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 个人来说 我很佩服你们 这次我邀请你们三位 上来和大家分享 鼓励现在的年轻人 或者一些高学历 和不高学历的年轻人 如何维持自己的梦想 对社会做一些有建设性 有意义的事情去行 我很希望 后来有机会 你也会再抽时间上来 再和我们分享 你下一步所达置的目标 亦都希望今天 观众看了之后 有些有兴趣找你们 一起去做一些 项目的学生 或者一些学校 都可以主动跟你联络 那我今天因为时间所限 多谢你们先 那我多谢观众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